名人搜身Melody老计90岁奶奶人生真言没有一百分照样活得美。 女人呢,就是要活得美。 不管你日子好过,还是不好过,就要活得很挺很值得,如果你不爱惜自己,谁还来爱惜你?90多岁奶奶跟Melody分享的美丽人生真言,触动了她动手写第五本书的契机。 Melody身为苹果时尚搜身的常客,经常分享全球最潮的时尚单品,但这回她想分享的东西,有点逆向思考,肯定自己活在当下自由自在,对Melody来说,才是最高阶的终极时尚。 不只是贵妇圈意见领袖,Melody还身兼歌手演员时尚达人,她在这么多角色之间轻松转换,只要开关一按,总是百分百热情投入。 此时正值岁木年初的佳节时刻,Melody照例携带大包小包,在家庭与工作之间频繁切换,从她包包逃出来的新书,谁说一百分的你,才是最好的自己,说明了她最近又忙着转换回去作家身份了。 Melody分享 这是我第五本书,她印证了我的中文又更上一层楼,字数有七万多字,224页,照片很少,这是我的坚持,因为我希望大家透过文字和人物描写,来体悟人生。 里面有许多故事,来自于我自己和身边朋友,不过主要灵感是我90多岁的奶奶,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的人生经历,让我很感动,尤其她活得很潇洒,她认为女人要活得美,活得挺,活得值得,这些都并不是至外表上,而是至心态上。 现代女性常常想要做到一百分,不然就会很自责,我们都太紧绷了,但应该要更松。 她继续说道,我的每个头衔我都很满意,摩羯女一大特色,我们内心都有一个checklist,想尽力去完成目标,而现阶段对我来说工作最大的乐趣,就是享受过程,我常提醒自己,好好珍惜每一天,不管做时么,都要记得初心。 所谓幸福到底是实么?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自由自在,无论做时么,只要自在,就这么都对了。